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3年4月29日 一名男子来到了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嘉陵区分局报案 说有人要顾凶害他 有人顾凶伤人这不是个小事情 警方立即着手展开调查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这名报案的男子名叫张小青 是四川南充一家烧烤店里的厨师 那么张小青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情 是什么人要顾凶伤害他呢 许多疑问摆在了警方面前 26岁的张小青在一家烧烤店里做厨师 进入四月以来 天气逐渐热了起来 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张小青每天下午五点上班 一直要工作到次日凌晨三四点 最近一段时间 张小青发现 有个人总是在不远处打量他 因为我上班是在店门口那里上班 然后他骑那个电动车 骑哪有十来四吧 在那里看 我就感觉这个人不太正常的样子 四月二十七日凌晨三点多 张小青跟往昌一样下班回家 就在他刚离开烧烤店 走到一条小巷时 有人突然在他背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第一句话说的是 就是有人出钱让我弄你 你想不想了解一下 有人在网上鼓我 我来上海你 要把眼睛给你弄下 张小青看到跟他说话的人 是一名陌生的年轻男子 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 穿着一个牛仔裤吧 然后一件黑色的外套长头发 有点微胖的样子吧 跟平常差不多也没有那种凶神恶煞的那种面目 对方说自己是一名杀手 是受雇前来教训他的 张小青看着对方年纪轻轻的样子 以为对方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便准备离开 看到对方拿出自己和家人的视频时 张小青有些紧张 他觉得对方不像是和自己开玩笑的样子 赶忙问他是谁想要教训他 可是让张小青没想到的是 对方马上向张小青明确表示 自己不会伤害他 但是希望张小青能配合他演艺出戏 虽然他接受了这个鼓庸上海这个张梦这些人物 但是他本意他并不像上海张梦 但是他也很需要钱 受他的要求张梦 陪和他演艺出戏 这个方便他偏去鼓座的佣金 就如果张梦不陪和的话 他叫上海张梦 这个杀手告诉张小青 他叫李业 他希望张小青能乖乖地按照他的要求做 如果张小青配合的话 他会从雇主给他的佣金里拿出两万给他 他当时出于害怕 这个杀手都已经找到他了 就是说他当时的人生相当于是安全已经没得保障了 他现在就暂时先配合杀手 虽然感觉李业的要求有点荒唐 但是此刻的张小青也想通过他找出背后那个雇主 于是便答应了李业的要求 两人约定好次日下班后找一个酒吧商量细节 商量就是说是决定微找一个就是抓闲场 就是这个钱上就是标明张梦已经被伤害了 第二天张小青如约和李业见了面 并商量好了如何制造一个假的现场来蒙骗李业的雇主 然后买点番茄酱你自己吐在脸上 我拍个照 然后给那个雇主发过去 这天张小青和李业两人在酒吧聊到凌晨四点多 准备好了道具后 张小青便带着李业去了酒吧附近的小巷子内 拍了一组照片 张小青说李业考虑到雇主可能会探听张小青的情况 为了不让雇主怀疑 李业还让他这几天不要去上班 可是做好这一切后 回家后的张小青还是一夜无眠 他担心背后雇胸的那个人 如果看出照片作假 会不会找其他人来继续对自己下手 于是为了让自己和杀手联合演出的这场戏更加逼真 张小青给几个朋友发去了自己住院的信息 并通过他们把自己受伤的信息散布了出去 这一招果然有效 很快他就收到李业发给他的信息 说雇主已经知道了他受伤的情况 他就说他今天晚上要去成都那边交易嘛 李业告诉张小青说 他要去成都找雇主收取用金了 离开南冲之前 李业告诉张小青 自己之前购买的电动车 电棍等作案工具 都全部留给他使用 尽管一开始张小青觉得这件事有些荒唐 但此刻他已经完全确认有人要害他了 这让他又惊又怕 他担心如果这位雇主发现了他和李业演的这场戏 而且又被骗了一大笔钱后 再换个人继续来伤害他 思前想后张小青决定报警 警方实施抓捕 当时我看到这个我们侵察进来之后很惊恐 雇主身份即将浮出水面 荒唐的报复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办案人员了解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立即开始着手查找李业的下落 2023年4月29日 办案人员获得可靠线索 他们要找的这个李业隐藏在成都市区的某家宾馆 他们火速赶往那里 当办案人员找到李业时 发现他已经买好了当天晚上 前往云南昆明的机票 李业很快就交代了事情的经过 李业今年22岁云南人 不过李业向办案人员表示 他是在网上找的这位雇主 对雇主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 李业说自己去年大学刚毕业 在学校没有好好学习荒废了学业 毕业后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后来他整日混迹于网吧等场所 渐渐沾染上了网络赌博的恶习 当时我收过钱嘛 然后我就切了 因为赌 那个时候有点 就不知道这种都是什么所谓的杀猪盘嘛 就想着就输了就知道借借借 就当时切的钱挺多的 挣得不多花销却不少 李业的生活一度非常窘迫 一个青年想着自己每年学费交的也是一万多 然后加上自己生活费开销下来 你不说把这钱抓回来 你一个月两沙切 你自己温饱 你自己都解决不了 我当时的情况也是 我在台利安吧 也是花销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一天李业在上网时 无意中看到一条消息 想赚钱的李业觉得这是个机会 马上给对方发去了消息 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回复 主要是教训他一下 那当然这个教训他这个 他没有个界限嘛 这东西你把他打死了也是教训 你就是青年只打了他一下 那也是教训 这我也定义不了 对方明确表示 只要把张小青弄残废就行 李业和对方谈好了价钱 商量好一共是11万的价格 之后对方给李业发来了 大量张小青的个人信息 李业为了尽快拿到钱 便买了去往四川的机票 不过这位雇主十分谨慎 他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的私人信息 没有使用自己的微信 回支付报进行专长 李某这个收到的钱之后 就购买了冲云了 到这个成都的机票 然后在那成都坐这个班车 到的南春 到了四川南春后 李业很快便收到了雇主 为他网购的作案工具 随后几天李业每天都会到张小青工作的地方 暗中观察他 慢慢的李业改变了主意 然后我就想着他一个人又要带个小孩 然后这些各种压力就挺大的 我就因为这么一点压力 我都自己然后还想来做这种犯法的事 然后他自己每天就这种经营业上班 觉得他也是个可怜人你知道吧 然后因为当时我对雇主的情况我也不了解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仇怨 李业说他也曾带着疑惑问雇主 想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怨仇 但雇主始终不愿意透露 不过此刻李业说 自己已经打消了伤害张小青的念头 不过一大笔钱就在眼前 李业也不想放弃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新的计划 他打算与张小青演一出戏 一起欺骗雇主 他笃定雇主就算知道被骗 也不敢声张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李业所料 雇主在收到张小青受伤的照片后 爽快地给他转了一部分钱 雇主说是张柳的朋友告诉他 那个张柳已经在医院了 但是我这边 因为我又没伤害他 但是他当时在医院 那我就想着雇主他去哪来的消息去医院 然后或者说是 那个因为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谁是雇主 然后张柳他也不知道谁是雇主 可能他有个猜测 他通过什么其他方式 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 然后让雇主得知吧 应该是这个 不过让李业没想到的是 张小青却报警了 在李业与雇主的聊天记录中 办案人员发现了一段特殊的视频 他们立刻将视频发给了张小青 就是这段视频 揭开了这个雇主的真面目 在审讯中办案人员得知 这位雇主与李业商定将在4月29日的下午 亲自到这家宾馆支付剩下的5万元为款 于是办案人员决定在房间内蹲守 等待这位雇主的出现 当雇主看到警察时十分惊讶 证据面前 他终于承认自己雇佣李业 去教训张小青的犯罪事实 考虑到陈琳属于犯罪未遂 警方对其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至此这位一直躲在幕后的雇主终于现身了 他叫陈琳 在四川省自贡市居住 那么陈琳跟张小青是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怨仇 以至于让他花大价钱 雇兄伤害张小青呢 一个贫困潦倒的父亲 所以有些事情呢 我真的是比较憋屈嘛 一个好心帮忙的女人 我的天哪 她是欠钱 她理所应该还我 到至今我没有收到一毛钱 一出闹剧 改写了他们的人生 荒唐的报复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事情还要从一年前说起 当时张小青的女友意外怀孕 生下了一个女孩 此后两个人因矛盾分手 孩子留给了张小青抚养 当时张小青没有工作 很难承担养育孩子的开支 苦恼中 他把孩子的视频发到了网络上 并被家住自贡的陈琳 无意中刷到了 当时陈琳刚生了小孩 她非常同情张小青的遭遇 心疼她的孩子 就是说那会儿 我还没跟她见面 还没见面 当时她问我说 她要把出缘手续 她说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她让我借三千 我说行 我说那三千我借你 你还不还 我说我都没跟你见面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钱可能你也还不了 陈琳的家里经济条件很好 此后一段时间里 陈琳一直关注着 张小青妇女的生活 并不断给孩子买各种东西 她还亲自找到了张小青 说要看看这个孩子 看到父女俩的居住环境如此恶劣 陈琳就提出说 自己可以帮助张小青 抚养这个女孩 陈琳的提议让张小青非常感动 于是她同意陈琳把孩子带到了自贡 跟着陈琳一起生活 一段时间后 张小青也来到了自贡市工作生活 然而这个感人的故事 却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 张小青说陈琳突然向自己提出了一个过分的要求 她说她要孩子户口 她家里面才愿意继续帮我带 然后我就说我不愿意给她 就是说我可以拿钱 抚养你的孩子 户口你能不能转移到我这边来 原来一段时间的照顾 让陈琳对张小青的孩子产生了感情 考虑到孩子跟着张小青生活不会幸福 于是她产生了收养孩子的想法 陈琳多次联系张小青 表示如果张小青能把孩子送给她抚养 她愿意给张小青几万元钱作为补偿 然而遭到了拒绝 有这个念头的话早就送出去了 也不会送给她 当时也有周围的朋友 她感觉我的负担很重 也介绍了很多人过来 我都没有同意 我只有孩子 我跟她不一样 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张小青随后从陈琳家带走了女儿 我觉得她是一个 就是不懂得感恩的人 连个歇息都没有跟我说一句 此后陈琳在网上刷到张小青发布的视频 在评论里她看到张小青形容自己是请来的阿姨 我说你看她发的傻 但我朋友就说 你立马给她打电话 她不是说你是那个 她花五千块钱请的阿姨吗 你让她把那五千块公司给你 借给你 为此两个人再次爆发了冲突 此后两个人的矛盾升级 在网络上闹得不可开交 她在网上说了很多东西 平时拍我跟孩子 她就说我是白眼狼 说我利用孩子去骗那些网上的人 她组织了一帮人 然后在网上骂我 也许是为了躲避陈琳 张小青带着女儿离开自贡市 来到了南充市工作生活 这个陈梦越想越起 然后她就在梦死小平台上 就发布了这样一个信息 信息的轮动就是 花钱亲人收拾张梦 很快就有人联系上了陈琳 这个人便是李业 两人就在网络上商量 这次教训张小青的价钱 当时这个陈梦 本已是可能出个一两万块钱 就亲人大一顿 这个张梦就行了 就出个气嘛 但李业认为 如果为了一两万元钱的话 他没必要跑着一趟 就有道这个陈梦嘛 就说多花钱 把打死 就说是出十万元钱 把这个张梦告查案费 陈琳一开始只是想教训一下张小青 不想把事情闹大 但是在李业的劝说下 他最终改变了主意 就说最后这个陈梦就被锁动了 就通一出十万块钱 这个把张梦告查案费 于是陈琳分了两次 先后给李业转去了两万元钱 对于陈琳的行为 张小青有自己的看法 他觉得陈琳不只是单纯的报复自己 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他就想把我弄到没有能力了 带妹妹了 会把妹妹给他 当李业发来张小青眼睛受伤的图片后 陈琳害怕了 他不停追问李业 当时教训张小青的过程 我都看到天哪 就出血了 当时第一本音试我后悔了 但是陈琳没想到的是 他找的这个杀手 却与张小青合伙给他演了一出戏 现在反正还是原谅不了这个事情 反正心里面还是感到挺害怕的 挺憋屈的这个事情 这是惋惜吗 如果他是换一个人呢 换一个胆子大一点的人呢 那我不就被伤害到了吗 张小青说 自己现在的生活已经回到正轨 他将孩子送到亲戚家寄养 每月支付3500元生活费 孩子怎么说的 没有妈妈了 根不可能让他没有爸爸 目前 李彦因涉嫌诈骗罪 陈琳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一教授 欢迎袁教授 袁教授这起案件呢 听起来像影视剧里面的故事啊 这个被雇的所谓的杀手 他呢和被害人 俩人合眼一出戏 然后去骗那个雇凶者他的钱 这个行为确实在客观上来评价 是避免了一个更大犯罪行为的实施 但是他肯定是违法犯罪了 在法律上应该怎么评价他呢 从表面上来看 好像呢是因为这个杀手 为了能够不去实施这样一个犯罪 那么他去骗了他自己的雇主 从而呢避免了一起更严重的犯罪 好像呢是说这个杀手不太冷 那么没有实施这样一个 故意伤害的行为 但是呢他这个里面 还是有一个黑吃黑的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杀手 他去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他去骗了这个雇主 那么他让雇主呢 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 从而呢向他支付了财物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 他好像是必须要去通过 骗他的雇主来避免这样一个 更严重的犯罪 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我们如果仔细地来分析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杀手 他可以一方面避免这样一个 故意伤害的行为 对于被害人来说 那么同时 他也不应该去实施这样一个 诈骗雇主的行为 这两件事情他都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们仍然认为 杀手他是对雇主 存在这样一个诈骗的行为 也就是说他会成立这样一个诈骗罪 那么这位雇凶者陈玲 他有这个主观伤害他人的故意 但是因为一些其他特殊原因 最后这个犯罪行为没有实施 那么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我们虽然看到这个雇主陈玲 他最后呢 没有能够实现他的这样一个计划 但是呢作为雇主来说呢 就一方面呢 他有一个伤害的故意在主观上 另一方面呢 在客观上 他也实施了这样一个买凶的行为 所以呢 虽然最后他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呢 他已经是成立了这样一个故意伤害的教唆犯 那么他之所以没有能够达到结果呢 那么在我们的法律上的评价呢 这是由于他 他个人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他没有能够得逞 那么他被我们定义为是一种畏随 但是本身他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的这样一个犯罪 只是说他是一个畏随的状态 今天的案例看上去像是一场闹剧 但其中的很多细节都值得我们深思 陈灵和张小青的相识 本来可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 却因为个人的私欲 让事情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而年富丽强的杀手想着捞偏门 通过歪门邪道来获取不义之财 最终的结果也是害了自己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也感谢袁毅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